您好 欢迎收看1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由疾管署和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 推出的防疫战斗营 这次和慈激基金会合作 移师到花莲 21号深午在靳思堂地下一楼拆展 现场摆满各种的互动体验游戏机台 希望可以透过寓教娱乐方式 让民众在游戏当中对防疫更有认识 小朋友面对机台看着一幕 照着步骤指示依序完成正确的洗手方式 这有趣的互动体验 是疾管署和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 所推出的防疫战斗营 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喜欢玩 那么在玩里头可以来学习 这叫寓教娱乐 所以防疫这件事情 我们就用这样的手法来呈现 非常非常好玩 这里头我们就是主题在于病眉文 因为病眉文的一个对于疾病的防治 是关键的人物 所以怎么样去了解病眉文的资生员 资生员非常的重要 以及告诉你如何去防治的一些做法 包括如何洗手 怎么样可以让家里头避免病眉文的发生 瓷季基金会这次和国立科工馆合作 把防疫战斗营原汁原位搬到花莲来举行 让民众不用大牢员跑到外线市 现在只要到瓷季进市场地下一楼 就可以轻松体验到 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25号 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那如果乡亲民众的话 可以在4点前入场都可以的 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 那进场的时候也 我们也现在防疫期间也请大家 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定的做法 可以安全的入场 这次的展览除了科工馆所讲到的三个主题之外 就是流感登革乐以及新冠病毒之外 另外我们也会结合花莲刺激医院 在这次疫情期间有一些独创的一些做法 包括要来数 还有快筛的一些动线的差异 然后让民众可以轻易地了解到 说在知识新冠病毒的时候 花莲刺激医院他们是怎么样去做 应应的对应的政策的做法 这项特展期日起到4月25号 会在花莲刺激进市场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带着小朋友 前往现场透过多种互动体验游戏 以寓教娱乐方式 在游戏中对防疫有更多认识 据徐丽琴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